梦想是飘洋过海的求学路 是第一次站在歌唱比赛的聚光灯下 是在练功房一个动作几百次的NG 是在钢琴房一个八拍几千次的重复 汗水 泪水 甚至血水的坚持 让我真的明白 梦想只要努力就能到达 我是硬堂少雨303的西米男女高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爱豆 不是只会在台上唱唱跳跳 现在的爱豆很难做 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 所以更应该去传递更强大的目标 我这次上场带来的主题就是气候变化 希望可以跟我的粉丝一起去 更加地关注环境气候这一类的敌 这个主题一直都被我关注的 很多很多年前 我正儿八定写的第一首原创 就是关于气候 就是关于环境 看到很多新闻关于冰川融化了 然后气温又升高了 大气层又受损 多种各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急迫需要 被大家重视起来的 选择上场是选择了一种态度 比现在的我更向前一步 选择去承担比个体更多的责任 现在就听我说 一个个小小的颗粒 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奇迹 从这一颗起 上场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 吃到好吃的 你的颗粒 好了 你知道我的粗活 你还看看